第一步的话我们要清洗它 纱布包裹之下反复揉搓 去除豆渣中的豆腥味 清洗过后将豆渣凝至半干状态 你闻一闻和刚才有什么不同 刚刚拿那个豆渣的时候 我感觉豆腥味特别的明显 现在它还是有一部分豆子的味道的 但是它把那个特别新杂的那个味道给去掉了 然后让它颜色更加白一些 我们把它放到旁边 让它休息会儿 我们就处理我们的鸭子 咱们川菜有句话叫做 有味使之粗 有异味让它出来逼出来 无味使之入 我们这个想要的味道渗透进去 把不好的味道逼出来 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调料 跟我们食材本身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盐 胡椒粉和料酒 充分腌制后入锅焯水 先是废水浇零 随后冷水浸润 一热一凉之间 鸭皮紧缩 口感有了保证 下一步咱们是红威 邓大哥您说的红威 这个我还没听说过 我只听说过红烧 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 红威是介负于红烧和清炖之间 咱们用红威 因为它是小火 慢慢威 所以它的肉里边更有味 但是同时也保证 它要形态完整 以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红威是鸭肉烹饪的第一步 醇厚之味 化于浓稠的汤汁 随着温度的升高 一点点渗入鸭肉的每一寸鸡里 威好的鸭子出锅 剩余的汤汁随后还有妙用 这个味啊 董哥真的太香了 而且你看它这个鸭嘴都已经酥烂了 所以它炖得特别的入味 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鸭子里边大骨去掉 去压大骨 那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什么呀 第一是使用方便 第二是因为我们下一步还有一个神秘的手法 需要它塌陷下去 更好造型 董大哥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请出我们的豆渣登场了 还要等一下 下一步 用油发自响皮 这个是董大哥给我看的响皮 我们不是豆渣太白鸭吗 这个响皮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因为它发自出来是成蜂窝状 特别人气味 就是一种味觉上的双重香色 温水浸泡响皮 加入面粉 洗去表面多余的油脂 这是我们刚刚发自好的响皮 上面抹上蛋清芡和我们的淀粉 淀粉 它主要起个粘附作用 响之上 还要先附着一层肥鱼的滋味 肉实际上加在这道菜里面 也起个真香提鲜的作用 鸭有鸭香 肉有肉香 这就是把各种食材的精华 全都能喝到一起了 香味 对 对 对 响皮 肉馅与微过的鸭子 自下而上 层层叠加 最后以荷叶为盖 再添一丝清香 温火慢蒸四十多分钟后 香皮肉馅打底的鸭子出锅 董大哥专门逼出蒸盘里的汤汁 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红微鸭子时候的汤 就是它蒸鸭子和肉泥 蒸出来的水 对 热锅中 蒸鸭的汁液与微鸭的红汤 合二为一 略勾薄芡 香气浓醇热烈 两者相结合 又增添一道红味 对 鲜上鲜嘛 那 董大哥 我这个豆渣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进行炒制了 可以炒了 但是在炒之前 我告诉你一个小妙招 咱们这个豆渣呀 必须用猪油炒 动物型脂肪 它来炒制豆渣 才能更加的激发它的香味 和去它的豆腥味 终于轮到豆渣出厂 小火来回翻炒 手法要先快后慢 快是为了豆渣入锅时不粘锅 慢是让豆渣 充分释放出豆香 最后来一勺刚刚调制好的复合汤汁 我们今天这个鲜上鲜的汤 让豆渣里边最后一点腥味没有 让它香味和这个鲜上鲜汤 相结合 更香 更鲜 料汁的肉香 与豆渣的豆香彼此激发 在经过了宏威与争治后 董大哥的秘制豆渣酱料 为鸭肉添上了一层浓浓的香润滋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